第七百二十一集 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如此的不祥 李黑水甩开黑黄的大嘴后觉得脖子凉嗖嗖的 没事 我就不相信这块黑色的山崖还真能闹邪 虽然说大成圣体横死在了此地 但是毕竟过去了十几万年了 纵然有什么莫名存在也都早已消失在岁月的力量下 没有什么可以活得这么长久 大黑狗多少有些心虚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老疯子的战力 走吧 叶凡将小楠楠抱起放在黑黄的背上 而后大步向前走去 哄哄一声 一只白兔子窜了出来 接着一只黄鼠狼也冲了出去 都老得不能再老了 身上的毛都快脱落光了 而后呢 一条瘦骨临寻的大蛇 能有水缸粗细也缓缓地爬了出来 蜿蜒向远方的山崖间 怎么竟是这种民间不祥的生物啊 几人都感觉很怪异 这些生物对他们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民间传说中都是大有讲究的 当临近黑色的圣牙后 诡异的气息更浓烈了 像是来到了一片牧场 让人浑身发凉 呜呜呜的 突兀的大哭声响起非常的凄厉 声音传出去足有十几里远 就在他们的旁边 有一株干枯的牢木 五六个人都合抱不过来 生长在圣牙的边缘 在树上有一个可步的鸟巢 竟然是以枯骨搭建起来的 能有半人多高 阴起森森缭绕着丝丝缕缕的黑雾 李黑水惊异 卧槽 这是什么鸟啊 觉得身上的寒气又加重了一些 在那个由人骨筑成的鸟巢旁边 站着一只妖异的怪鸟 乌鸦一样漆黑的身子 生着一张人面孔 却也有鸟绘 黑色弯钩如刀 它身长能有一米多漆黑如墨 身上的阴气极重 像是长有一个死人头 让整株枯死的古墓都有些冰寒 这地方真的娘的邪门啊 大黑狗身在遗产 忍不住骂娘 这是一种骨鸟 在远古时都几乎不可见 专门吃强者的尸骨 传说 凡是被它嚎哭过的人 都活不长久 呼啷啷的 那只怪鸟展翅飞走了 从口中坠落下来一个 刚刚啃过一半的人头骨 样子有些猙獰 李黑水小声捣鼓 我怎么觉得出事不利 有一种不祥的遗事呢 呼的一声 狂风大作 老疯子突然出手 大袖都卷天地 将无尽草木与山石都抽飞了 在远处传来一声嘀吼 让人灵魂发颤 叶凡与李黑水震惊 一个人形生物遍体 生有黑色的长毛 让人感觉发慎 在黑色的圣牙深处 一闪而没 消失不见 大黑狗吃惊 妈的 真有东西 啊 那是什么生物啊 诸位 一切不祥景物都不见了 老乌鸦 孤狼等声音都消失了 这片黑色的山月 恢复了瓶颈 走吧进去看一看 一会儿 全靠你的震文造诣了 一行人 终于是踏进了不死山中 叶凡将昔日 在北域丽州 得到古圈取了出来 寻找标注有九密的地点 是圣牙最深处 几人凑在一起仔细观察 而后 同时猝了一下眉头 当踏进圣牙区域的刹那 他们就觉得 像是进入了不死山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离黑水最先发掘异常 不能飞行了 根本无法离开地面 跃不上虚空中 这里有古之大地的阵纹 不是虚空大地刻下的 是另一个人布下的 大黑狗 眼中闪烁奇异的光芒 一定要小心 连赤龙道人都足足被困在最深处一千五百年 差点被炼化成灰烬 放心 这一次 我绝对有把握 凭我的道文造诣 在这里可以辱入无人之境 大黑狗不知道为何 突然信心倍增 跟我来 咔嚓一声 大黑狗当先向前走去 可是刚迈出去两步 晴朗的天空中 突然降下了万丈雷点 将他劈得口吐白磨 一个猎且摔倒在地 浑身冒黑烟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 叶凡觉得他不靠谱 将小楠楠提前抱了回来 小家伙也要遭雷劈了 狗狗 你没事吧 小楠楠扑闪着大眼问道 真是有些后怕 疼死我了 大黑狗躺在那 四只大爪子不断的抽搐 大帝 你怎么连我都屁啊 我就发现了 你这只死狗做什么都离谱 说如入无人之境 结果怎样 你就装吧 早来屁了吧 大黑狗想咬他 结果挣扎了半天都站不起来 瘦创极重 骨头都断了很多根 这让几人心中凌然 神秘儿可怕的圣牙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邪乎 这才刚踏入进来 就将道文造诣极深的黑黄 差点劈死 刷的一声 老疯子一手指一点 大黑狗被一团光芒笼罩 刹那间骨头咯咯咯作响 伤势快速的好了起来 他一咕噜爬了起来 骂骂咧咧 妈妈的 怎么连我都劈啊 这阵纹哪里出了错误 让我细细的琢磨一下 大黑狗仔细研究后 露出胡一之色 而后又释然 哦 原来有细微的改动之处 我知道哪里出错了 这次绝对没问题了 他又荡先向前走去 初识并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当他迈出第十三步时 又一道粗大的雷电 自万丈高空降下 咳嗒一声 大黑狗这次更惨了 浑身焦黑 从耳朵眼里向外冒白烟 口中也咳嗽出阵阵电火花 整个狗身都快熟透了 嚷的一声 大黑狗鬼叫连连 疼死本黄了 每一寸血肉都在抽搐 我去啊 这死狗非把自己玩死不可呀 幸亏这次不是我们 叶帆瞳目结舌 见过不靠谱的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 狗狗啊 你不要紧吧 我都闻到烤肉味了 小楠楠关切的问道 哦 哦 真香啊 李黑水很极品 在这种关头竟忍不住 咽了一口口水 大黑狗顿时气急败坏 我去你这个黑鬼 什么眼神啊 你什么意思 这两个极品的家伙 凑在一起很难安宁 总是会没完没了的掐架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 这一次又是仰仗老疯子出手治疗 大黑狗才跌跌撞撞的站了起来 不过如绸缎一样的皮毛 却像是被人划过一样 坑坑洼洼不再柔顺 大黑狗愤愤不已 没天理啊 怎么连我都皮 笨黄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你知道这是何人布下的阵文 李黑水怀疑的看着他 这是无实阵文 我在一本古籍中 明明见到过他如何演化 怎么还会被皮啊 胡说八道 古之大地的阵文 怎么可能会被记载于古籍中 根本不能存于世间 再说 纵然留下 就是大能研究实事 也根本看不明白 叶凡确实心中一跳 他想到了 大黑狗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西年 无实大地曾来过这里平调 这样推论的话 多半真的是 无实大地刻写的阵文 不过 这死狗知道的太多了 难道追随过 无实大地不成 可是 他怎么可能活到当时来呢 连古之大地都不能 在这个过程中 老疯子并没有任何话语 站在一旁 盯着这片古地 是在认真地思索着什么 大黑狗自己不敢走在最前面了 怂恿李黑水上前 他来指点道路 你这离谱的狗 自己都不敢走了 还想害死我呀 李黑水 打死也不同意了 最终 还是大黑狗自己硬着头皮 抓住叶凡给他的一罐神圈 顶在了最前面 感谢观看